传奇爵士乐大师Artulo Sandova 九次拿下葛莱美奖 被誉为当代最具有爆发力的小号手 出生自古巴的他 早年音乐之路备受独裁政权打压 1990年他为了自由逃离故乡 奔向美国 并且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飞向自由 他精彩的一生还曾经被拍成电影 《勤别哈瓦娜》 他亲自担任电影配乐摘下一座爱美奖 他说自由是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的爵士乐回荡在表演厅中 像是把自己的精神灵魂 全部都用小号吹出来般 他是阿图罗山多瓦 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奔放的爵士乐 这个夏天他来到台湾 带给观众一场精彩的饗宴 出生自古巴的阿图罗山多瓦 十三岁开始玩音乐 最后发现小号是最迷人的乐器 于是进入古巴国立艺术学院 学习古典小号 那种音乐 这种音乐是我的声音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音乐 因为的音乐 这音乐不给你任何限制 对你的表情 你能表现你的想法 你能表现你的想法 你能感觉到你的想法 你能感觉到的一步 无限制 同时他爱上自由即兴的爵士乐 但在共产政权的眼里 爵士乐等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 不允许相关的演出以及训练 遭到打压的阿图罗山多瓦 在1990年逃离古巴奔向美国 并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飞向自由 他的精彩故事被拍成电影 《情别哈瓦娜》 我离古巴二十五年 我从未回来 因为古巴人冠军 不让我回来 已经56年了 可能是人生的最长久的 我非常幸运 我非常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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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美国的民族 山多瓦融合爵士 古典乐 摇滚乐 以及古巴音乐等不同的元素 曾19度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 10度拿下大奖 并栽下六座告示牌音乐奖 以及一座爱美奖 是当代最具爆发力的小号手 这次他来到台湾 用音乐告诉大家 自由对于生命的重要性 有意思是 我感谢你 有意思是 有意思是 我感谢您的